為什麼不能嫁做加利要塞加雷要塞就好了 講這麼多字 掰 嗯 你們幾個也要小心出發吧 艾瑞特馬基亞斯加油了 克洛學長不 克洛你也是 嗯 在習慣之前不用勉強自己叫啦 總而言之當作作業吧 我知道了 哈赫 你們一定要加油了 米奇也是 但是不可以太興奮造成大家困擾了解 感覺完全無法興奮 珍惜奇 我也有同感 我聽說大概是七張吧 珍惜奇 我也有同感 願風和女神指引我們 彼此相 彼此平安無事再相會吧 風與女神 風在這邊 女神會指引你 彼此 他們坐車走了 他們比較遠 我們比較近 他們要到最西邊去 很辛苦 那麼 很快我們的車就要來了 去買前往 雷格拉姆 為什麼要這麼多字 不能前往雷格就好了嗎 不然叫格雷 好不好 好啦 算了啦 雷格的票吧 好啦 買票了 早安 這次A主的目的一定是雷格隊吧 對 沒錯 雷格拉姆隊 想要購買 經由巴黎的車票 巴黎亞哈特的車票 我知道了 現在立刻購買嗎 立刻購買啊 不然要等什麼 六張是不是 是的 請稍等一下 走了 好像要出發了 咦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紅頭髮的 你哪位 呃 對不起 我對你一點印象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欸 雷克多 誰啊 雷克多 跟比菲多有什麼關係 難道是來看我的嗎 嗯 後天我們就要去 克洛斯貝爾了 有可能是生理指別 所以我才這樣來向你道別 啊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啊 但是 克雷多和大叔 不可能輕易的死掉吧 先別停那位大叔 我可是很弱的嘛 你穿的還蠻帥的 他是誰啊 誰知道是誰啊 情報局的 克雷多 雅蘭德 亞 亞 亞蘭 德爾上位 還好只叫克雷多而已 之前出現在諾爾德的了吧 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一點點都沒有 好像成功和共和國的人交涉 替我們阻止戰爭 有嗎 有這個人嗎 有嗎 一點印象都沒有 主旨戰爭的不就是我嗎 不就是雷恩 不是雷恩 黎恩 不就是我黎恩嗎 嗯 是孩子們之一稻草人嗎 但像這樣 欸 有一隻貓走過去了 有一隻貓過去了 像這樣再次相遇 實在看起來不像 與劍諜報有關的人 唉 我想你 應該覺得那傢伙可疑都不得了 但 還請普通的跟他相處嗎 如果造成了馬上 可以打他屁股沒問題 吊起來打 我知道了 喔 好 總而言之我們會好好的和他相處 我又不是克雷多 才不會造成什麼麻煩 因為你不是克雷多阿 所以才會有麻煩 我是乖小孩阿 打屁股 乖小孩才不會把 銀色旁來的大物隨便放出來 真是的 你以為我花了多少力氣 在引力消息和情報操作 是這樣嗎 好 我們的車子到了 終於屁完了 經由克雷多阿王 欸 我們可以到月台了 總之就是叫我們去月台 上位閣下 不好意思 那我們告辭了 喔喔喔 加油喔 還有 你們叫我書記官吧 叫你書記官欸 畢竟我也是 帝國政府的 二級書記官欸 這樣喔 書記官閣下 告辭了 克洛斯貝爾的土產 麻煩你阿 我覺得他的那個地名阿 人名太多了 很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多 而且還肉肉等 以後可不可以都簡化成兩個字就好了 兩個字 三個字也還可以 三個字也還可以 你不覺得五六個字難念的要死 四五個字 五六個字 好啦 我的車開了啦 不要再抱怨 反正他不是很重要啦 配角而已 呵呵 好像是比我聽到的還要更有趣的班級阿 這一代要念 要記的人名 你看班上的人已經這麼多了 我能把班上的人都記住已經 我覺得已經很了不起了 還要再記一大堆配角 莫名其妙阿 人是不是太多了阿 能操縱的就十幾個 唉 像我這 那時候一樣享受就再好不過了 鐵血之子感情真的不錯阿 莎拉出來了 哎呀 被可怕的大姐姐發現了 那麼我就再次告別了 等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要交給我嗎 呵呵 指電 巴雷斯坦 你 要不要別栽在 軍官學校了 乾脆來情報局工作了 我應該可以 付出比以前多一倍的薪水喔 比目前多一倍的薪水喔 點點點這麼好喔 哎呀 沒打算好好相處阿 當然 我討厭 浪費時間快拿給我 唉呦 給他什麼東西 給他手冊欸 這是目前已經確定的帝國解放戰線成員 就是那個嘛 CVSG嘛 我知道阿 CVSG我都知道 你也已經確定一部分的幹部了 原來如此 姑且就向你說聲謝謝 那麼很不合喔 是不是以前 什麼雷克多把過莎拉 然後 狠甩他 所以莎拉不高興 還有 沒有 克雷亞傳給你 傳 傳言給你 我就聽聽吧 他們真正的目的在 克洛斯貝爾市 極有可能在 帝國邊境同時展開 引發其他重大事件 他是這麼說的 好了 我坐火車 來到片遠的鄉下角落 來到片遠的鄉下角落 很偏很遠很鄉下 火車開啊開 你看地上這麼多地名 超級多 唉唷似乎綠一暗來耶 因為是鄉下 沒有沒有 尤其是 明明是麥子 為什麼是綠色的 因為還沒成熟啊 稻子還沒成熟 也是綠色的啊 在克魯秦州 宅中的小麥 大麥 和黑麥 會依據季節 輪作這些作物 現在正好輪到 秋收的小麥 剛要結歲的時候 好像有很奇怪的稻草文耶 遊戲師好像大哥哥喔 呵呵 和克雷多一樣有怪怪的頭 好有趣喔 呃 怎麼不爽啊 算了吧 樂在其中就好了 因為他的解說 沒有聽 沒有聽 米奇沒有聽 他很不爽 呵呵呵看他的樣子 的確跟童年應該還是一樣的 十三歲 比我的弟弟還要小一歲 呵呵對啊 那麼差不多該說明這次實習 弟的事情了吧 唉唷他要介紹咧 雷格拉米 位移 帝國 南東部 坐落於 貝爾湖畔 艾貝爾湖畔 的小鎮 看起來真的很漂亮耶 由於我的老家 雅爾賽德子絕加土治體 屬於克魯琴州 克魯琴州 是尤西斯 尤西斯的父親 治理的州吧 算是吧 但是說到雷格拉姆 是以獨立自主的風氣 風氣為名的領邦 應該不會理會自治州公爵家的勢力吧 我不否認 我父 我的父親 雅爾德 雅爾賽德 只覺 有著相當 自由豁達的地方 所以雖然是屬於 游西斯家管 可是 可是牢牢的爸爸 根本就不甩游西斯他們家 原來如此 但是關於徵稅 我認為令尊也有一些問題存在喔 嗯 呵呵我知道 呃 似乎碰觸到了 有點敏感的問題了 嗯 無需在意 這種程度上的應酬 在貴族之間 就跟閒話家常沒什麼兩樣 的確 四大民們是擁有巨大的權利 即使如此 各地的領地 基本上還是由領主管理的 關於 徵收各地的 各地的 各地也有不成文的規定 的確有 各種麻煩之處 似乎是這樣 看來 欸 帝國政府想要將國內的稅制統一了 嗯 那 這是 貴族派與改革派對立的最 最大爭議之一 要統一 要統一 稅制 都有這麼多主愛 他們有點像是 美國有沒有 美國各個州 有不同的法律 那你換一個州 你去別個州 那法律可能就不適用 有些 有些州可以賭博 有些州可以同性結婚 有些州就不行 有些州甚至可以合法擁有槍支 有些不行 我覺得這個情況跟這裡有點像 就是每個州有每個州 不一樣的法律與規定 我也能明白改革派的主張 但是在這個地方 還有那一片土地的傳統和習慣也是事實 把那些全部都統一 我認為 是否有點太過強硬 真是 關西深遠的話題 好像不是能夠輕易解決的話題 比起那種話題 有沒有其他關於 雷格拉姆的有趣話題嗎 的確 由我們來煩惱也是沒辦法 也不是辦法 說到雷格拉姆 果然還是 雅爾賽德流吧 雅爾賽德流就是一種建樹嗎 勞拉爸爸在教的那個嗎 嗯 傳授帝國的傳統 奇術 奇視武術的流派 哇哦 與 泛 泛爾德流派並列 是帝國的 武術 雙臂 設有 練武場 匯籍者 從帝國各地 來此地的門生對吧 哇 如你所說 大流派欸 哇 原來他是屬於武術中家欸 武術之家欸 目前 來過的 門生 有 庶民 其他就分散在各地了 然後指導他們的就是勞拉的父親啊 身為雷格拉姆的領主 身為雷格拉姆的領主 且是 雅爾賽德流的中家 中家有 什麼 支流嗎 有分出去的家嗎 也就是雅爾賽德 直覺閣下吧 是 叫什麼 光之 健將嗎 健將 非常非常厲害是吧 是的 非常非常厲害 雖然 由 身為女兒的我說起來 有點不太合適 但 的確 稍微超越了 常人 所及的範疇 比 一般人厲害 就這樣講 好不好 很厲害嗎 沒有啦 就比一般人厲害啊 你是不是一般人 大部分人 都是一般人 你是一般人 我也是一般人 大家都是一般人 所以 他比你還厲害 至少在帝國中 確定是排 前三名 前三名 那還真是厲害 二文一九 如雷冠 似乎聽到也 擔任女班軍 和正規機的 武術教室 恩 因為如此 也很常不在聆聽中吧 唉 沒錯 你讓他探 探你一口氣 這次也是 雖然反正